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月27号是什么日子 是西门庆准备回家过生日的日子 你想西门庆将近一个月才回来 又碰到他的生日 然后你这两人在这个节骨眼上 然后要告诉他 你老婆跟别人偷情你戴绿帽子了 这个生日还能过得开心吗 是吧 但是这两人肯定是不听了 就转而马上就告诉了西门庆 书中就写 这西门庆不听万事皆休 听了路从心上起 恶向胆边生 西门庆这种态度 我认为体现了两种权力关系 一个权力关系是相对于五大 就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关系 这两个男人是不平等的 所以张祖坡在旁边又来一个弹幕的 说难道五大是木头 他否则西门庆说 是吧 今天你因为你老婆跟别人偷情了 你就勃然大悟 那当初你跟五大的老婆偷情的时候 五大概不该愤怒 就是这个意思 你这个就是只喜周官放火 不惜百姓点灯 是强权逻辑 就是他和另外一个男人之间的权力关系 另外一个权力关系 我不说都知道 他和女性之间的权力关系 西门庆的这种表现 体现了男权对女权的一种支配 是吧 我们下午也讨论了 如果婚姻当中男女真要平等 那你男性可以出轨 女性凭什么就不能出轨 你西门庆可以包养奶嫖妓 我潘金莲凭什么就不可以包养小石和鸭子 是吧 但是在那种环境下 女性显然是不自主的 那潘金莲被发现奸请以后 后面被西门庆惩罚 他交代 他显然不敢把这个作为一个理由 我下午也聊过 我说潘金莲显然不敢对西门庆说 男女平等 你都可以召集 我找个鸭子有何不可 是吧 绝对不敢 一方面是什么 他压根就不可能想到会有这个角度 是吧 如果潘金莲真是以这个理由写出来 如果金平梅真的把这个理由写到处里 我觉得那就太捧了 金平梅就更是识破今天了 那是十七世纪的小说 十六十七世纪的小说 结果呢 有二十世纪的思维 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衡量就是下午那个高老师讲的 衡量这个理权或者权力平等的争取 一定要有一个历史的维度 只有这个历史维度 你也才知道 这个斗争它的一种抗争的一种可贵 不能超越历史 就他 哎呀那时候是歧视 那时候男女不平等 我们读圣经 就业里面你看亚伯拉罕的义乎多鸡 还限制了什么什么 你就不知道在那个环境下 人不可能超越那样的语境 他人在那个语境之下 做得比别的更好 就是就很了不起了 是吧 好 那在潘基迭这边就完了 那这一边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 这两人去告密 告密以后 结果呢 苏中仙 这孙雪娥李娇儿 刚对西门庆告密 那边早有人抱于潘基迭 你看谁抱的 那显然是应该是吴月娘防你的 或者是李娇儿或者孙雪娥 防你的人报告的吧 你也有眼线 我也有眼线 是吧 所以潘基迭赶快第一时间知道 这下是真的慌了 赶紧叫村梅把小师情通叫过来 赶快就掩盖犯罪证据 定立攻守同盟了 是吧 他就嘱咐这个小师要死扛 无论如何千万不要说出去 说出去两人就死定 并且赶快把小师头上的这些同志安什么 都收了回去 但是呢 那么着急 慌难当中 就搞忘了 把他送给小师的那个香囊葫芦 就挂在腰上的 就像我们丹武街挂的那个香囊一样 就忘了收走 西门庆当然就抓住这个小师 就开始加罚伺候 他深受几历的恐吓一般 但是呢 小师都没有招工 然后就说你不招工吗 那我就 要开始大行吗 他就令人把小师的衣服剥去 结果一拨衣服的时候就发现小师的腰间 竟然拴了潘金莲的这个香囊葫芦 这下掌握了这个物证了 但是这个小师当然在这个时候是生死攸关 死不认罪的 他赶快找一个借口说 我是在打扫花园的时候 拾起来的 是吧 那西门庆当然就是对小师就痛责三十大板 要给他赶走 潘金莲在一旁一听见了 肯定是如同冷水盆一般交了下来 我们要记住 潘金莲他从小到大 除了被武松曾经粗暴地推开拒绝过 还真没有被什么男人收拾过 别的男人在他眼中都是低三下四的 但是呢 不管你潘金莲平常和西门庆 如何地打闹亲密斗口 甚至潘金莲可以不客气地去辱骂西门庆 但是 你这种基本的社会结构你是改变不了的 是吧 也不管你跟西门庆之间是不是有一种灵魂相起 但是一旦你触碰了这种男权社会的底线 你所有的女人的武器 你的招法 你的力量 瞬间烟消云散 男人爹死一个女人 就像一个主人搞掉一个奴仆一样 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那潘金莲这下是真的吓了 是吧 他知道西门庆这次是动真格的 然后呢 等西门庆到他房子 他肯定是战战兢兢 浑身 已经了无麦息 小心翼翼的伺候 结果西门庆一进门 都他脸上一个耳瓜子 把妇人打了一跤 你想这一耳光打得够狠 就是一耳光把他就扇在地上 看你还敢耍什么坡 这是惩罚 这种惩罚才刚刚开始 西门庆 这时候 他就叫庞春梅 把前后的脚门都顶了 不准放任何一个人进来 这是庞春梅他再受宠 那这时候也是必须严格执法的 也不得不遵循 那西门庆让 庞春梅把前后门堵起来 这个情节 大家是不是有相似的场景 这种场景就是 当然在后面了 后来武松 回来审判潘金莲的时候 也是叫迎儿 把前后门都顶上了 那我在这一回 我要讲西门庆和武松 其实是一种内心的人 后面还要讲 然后呢 西门庆 他就命令 潘金莲把衣服脱光 跪下 自己开始手拿马鞭 这又是对应 当时后面 潘金莲 要被武松杀的时候 武松也是命令 把潘金莲的衣服 全部剥光 也是让他跪下 我想说的是 武松和西门庆 其实他们在男权社会里面 实际上是 同一内心的人 你想美化武松 或者丑化西门庆 在我看来 都没有看到点子上 其实他们俩就是同构的 是一个内心的 潘金莲在这个时候 他当然要极力否认这种奸情 他就说我是白天和孟三儿 一处做针线活 晚上我都早点关门睡觉 他说你不信 你问春梅 是吧 有什么沿河处 他哪有不知道的 潘金莲 他在这时候推出两个人 一个是梦运楼 一个是庞春梅 作为他的人证 那作为物证 他就说 你看我的金毡银毡都在这里 没有送给这个小司 但潘金莲 这个西门庆这时候 拿出一个什么 铁证 铁证如山 就是你的香兰葫芦 是吧 但是潘金莲 这时候 他就一定要脚赖到底 是吧 因为西门庆要炸弓他 想利用囚徒困境 就说你看小时都招工了 都是说你送给他的 但是潘金莲说 你别淹网我 是吧 我是那天 在这个花园里面和孟三儿 在做针线活 后面走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丢了 我还早一半天了 是吧 然后当然西门庆这时候 就开始用鞭子抽打他了 是吧 就给他一把鞭 那我们想就是潘金莲 硬气也挺好的 因为他的这种借口 和这个秦通的这个借口 都是一样的 刚好就吻合 但是其实 这种吻合也很正常 因为在那个第一时间 我想 只要是人 他能想到的说法 肯定只能是这个谎言了 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那我们正面就不用太过多的纠结 我现在想要分析的是 西门庆 在这个时候的心理的微妙的变化 西门庆 听完潘金莲这样说的时候 就已经放潘金莲一把了 就不再去追究了 大家现在想一想 他真的相信潘金莲的话吗 对吧 我觉得西门庆不仅不会相信 而且是心知肚明 是吧 除了这种各方的证词和判断 有人证有物证 其实可以证明 他们俩肯定有苟且之士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以西门庆对潘金莲的了解 是吧 我们刚才说 西门庆和武松是同构的 武松第一次见潘金莲 就说你是个荡妇 就已经定性了 更何况西门庆 就已经跟潘金莲 干过不荡妇的勾当了 他们俩就已经有发生过奸情 他当然知道潘金莲有可能 是一犯再犯的 但是他为什么又要放潘金莲一马呢 我觉得理由有如下几个 第一个 就是西门庆他作为风乐场的高手 他整天找的都是这些不争洁的 这些理性 结老婚的理性 其实西门庆在心中 他对理性的争操 他是根本就不看重的 就是对西门庆来说 其实他并不看重这个争操 第二个西门庆 他作为一家之主 还有一个管理智慧 难得糊涂 我潘金莲我现在惩罚也惩罚了 达到效果就行了 如果非要弄得鸡飞狗跳 以潘金莲这种性格闹得一团糟 也不好 达到惩罚之后 管理的艺术 该糊涂的时候你要糊涂 第三个 面子 西门庆这时候是什么 正要过生日 如果在这个时候 老婆给自己戴礼帽的这个消息 喘得满城风雨 是不是特别败幸 面子王那哥 第三 第四点 他对潘金莲还是宠爱的 是吧 就是尽管这种爱 当然他是把潘金莲作为一个 又一个信誉的 满足的一个对象 但是他却是宠爱 尤其在这个时候 他看见这个潘金莲脱脱光光的 花朵而般身子 交提嫩语 跪在地上 那怒气早就钻入爪娃国去了 把心已回动到八九分 有人专门分析像这个 就是之前要惩罚 结果后面就发展出一个 SM的这种游戏 是吧 在这个时候西门庆怎么办 很恶心的是 西门庆这时候 他就把春梅叫过来 然后就问春梅 说这淫妇 与小四到底有没有首尾 你说饶了他 我就饶了他 哎呀 西门庆这样做 一方面是找台阶下 是不是 找个台阶嘛 另一方面也是说明春梅的受宠 我们来听听春梅是怎么回事了 春梅说 这个爹 你好没得说 我和娘成日 全部离塞 娘肯以那个奴才 这个都是人气不愤 安娘们 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爹 你也要个主张 好把丑名儿顶在头上 传出外边去 好听吗 春梅的这种聪明才华 应对得体 在这个应大当中是鲜明的展现出来 我们首先来看 他的语气是娇称 又是责怪又是爱恋 就是男人是最喜欢这个样子的 是吧 这是第一 第二 他的话只说半截 含婚又不说明确 他说我和娘整天耳冰丝膜 娘怎么肯以纳奴才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我娘内心是爱你的 他怎么可能和那个奴才有勾当 但是另一半他没说出来的意思是什么 即便娘真的有这种事情 也不过是临时解渴 他在乎的还是你 不是娘的错吗 谁叫你不关心娘的 是吧 所以即便谎言被抽汗 这种话也无所谓 这是第二 第三 都是别人对俺娘娘不愤造谣 俺娘儿娘就明确先告自己和潘金莲是一伙的 实际上也不仅是说他和潘金莲一伙 而且说西门庆也是一伙的 实际上就是孙雪儿和孟玉和那个什么 这个李教儿是针对我们三个的 我们这一点上一回已经有个分析 第四 他说西门庆你也要个组件 要知道利弊 要知道这样的丑民传到外边去 好听吗 是吧 意思是你懂的 即便有此事 你也不要伸张 就是春美的这几重意思 是吧 那这几重意思 这个一出来 效果也是分外的明显的 西门庆听了以后 一声也没言语 丢脑马鞭叫潘金莲起来 穿上衣服 立刻吩咐秋吉 拿财看酒 是吧 看财拿酒 这个秋吉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 他的内心那种滋味 本来要好好报复一番 结果没有想到 现在还要去服侍组织 是吧 那西门庆 接下来他说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话 也暴露了他 其实不可能不知道 潘金莲不偷情 只不过是放他一码 西门庆就对潘金莲说 我今日且饶了你 我若不在家 你要洗心改正 早晚关了门户 不许你胡思乱想 我若知道 并不饶你 你看啊 如果他真认为 潘金莲是清白的话 何必还要对方 洗心改正 是吧 然后他要对方是 早晚关了门户 不许胡思乱想 是不是很熟悉啊 很像当年的武松 教训潘金莲的时候 你老犬不入 你要把他加定 是不是 又说明西门庆 这个和武松之间 我认为又是同够的 是吧 那他对潘金莲 也是一直是 不会信任的 那我说那么多 就说明西门庆和武松 在那样的男权社会下 真的是同一的人格 同一种人格 这也就 金平妹就在这样的一些细节 颠覆了我们对武松 这样的英雄形象 和正人君子的这种看法 对吧 那我们再看潘金莲 潘金莲平日被西门庆宠得狂了 今日讨这场羞辱在身上 确实他也是五味杂成 他一则是逃过一劫 惊魂未定 二则是金兮何兮 其事大辱 三则是他要改变观念 重新做人 记住这种重新做人 并不是说他要洗心革面 做贞洁的好人了 而是潘金莲终于明白 水深水浅了 他经历过期盼 经历过绝望 他的人生需要重新的定位和选择 没有生存和他爱情 所以该行乐的时候要行乐 该隐瞒的时候要手达更高 对吧 那潘金莲受辱这段情节 书中又以诗歌的形式 做了一个总结性的评价 这个评价是这样 他说为人莫作 富人生 百年苦乐 由他人 我觉得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带有很高的理性的意识的 是吧 他的意思就对于一个理性来说 他的苦乐都是由男性支配的 是一种不自由不自主的一种处境 那通过这种诗有非常明确的这种控诉 当然这个诗他并没有提出这个答案 也没办法提出答案 他只是说百年苦乐 由他人嘛 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答案 就是生难不起生理 重难清理 所以由理因我们就给他抛弃了 是吧 那这反过来又强化了男女不平等的这种社会结构 就他提出了问题他没有提供答案 西文信 惩罚完潘金莲以后肯定我们都知道要归入下一个情节了 下一个情节又是联系的两个高潮 但是呢从叙述手法附带说一下 就是我们都知道两人重归于好后 那怎么腾开空间去叙述其他的故事 大家不要看这个是微不足道的 这种地方很容易考验一个小说的细事者他的布局能力 对吧 一般的张回忌小说都是采取的是什么 划分两头各表一支嘛 是吧 是这样的一种说法 但是呢小说采取的一种细事方式说 在这个时候 外边的各方亲戚伙计都来送礼祝寿 包括应伯爵谢西大和邸贵姐都派人来送礼物 那西门庆呢于是就去出去陪宾客去了 发请帖去请人 那这一小段话就是很好的一个过度转折 不然我们就想按照西门庆的这种规矩 生日前夜这么久才回来 如果你就在潘金莲的房中歇的 其实还是有点不合适 对吧 但是如果写你们已经重归于好了 正在缠绵匪彻 那你马上就说话分两头 西门庆就走了 也显得突兀 所以他就借这样的一种生日 来细数以下要发展的故事 而且西门庆出去以后 肯定潘金莲这边又有事情发生 才好进行一个分头的一个叙事 那所以张祖婆在评论的时候就说 这是一个非常妙的一种写作手法 好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说这一回是该出场的人物都会出场 那下一个场景谁要出来了 显然是孟一楼要出来了 是吧 那孟一楼 确实在小丝丫鬟都进行表演以后 那西门庆当中 这个运筹为我 幕后遭操纵的人物 他肯定要出场 而且孟一楼不出场 不合情理 因为你自己的小丝 都在卷入了这个世界当中 有一句话叫什么 打狗欺主 你的小丝被打了 其实面子上最挂不住的 应该是孟一楼 所以孟一楼不可能不出场 不可能不卷入这个世界 这个事件当中 书中这样写 他说 且说孟一楼打听 今年受辱 约的就是猜测 西门庆不在房里 瞒着李娇儿 孙雪儿 走来看望 就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 太是我的评价 是绝妙至极 是最绝妙的话 孟一楼在短短一句话当中 的三个表现 先是打听 然后去揣测 西门庆走了 然后瞒着 孙雪儿和李娇儿 过来看望潘兴莲 太符合孟一楼这个人 做事处事的这种特点 你看他先是打听 打听什么意思 说明他一直 也安插得有自己的耳目 时时刻刻的在关注 西门庆发生的最新的动向 然后第二个 他估计西门庆走了 说明这个人 他的精明的实际判断和选择 和上一回我们讲 他一见西门庆来 转身变走一样 他要自觉的和这个 漩涡中心保持距离 不破坏别人的好事 但是又有利于 向潘兴莲进行交心 所以他等到西门庆走 第三 他瞒着李娇儿和孙雪儿 来看望 你看 既表明他的立场 跟潘兴莲在一起 但是又不会公开的得罪救人党 这整是机关算尽了 太聪明 那这是孟一楼的 你看 就短短一句话 就把孟一楼这个人 就足够了 我们要评价孟一楼的性格 就靠这一句话 足够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按道理 潘兴莲和孟一楼的小丝勾搭上 其实最没有面子的应该是孟一楼 而且孟一楼也不可能不知道 潘兴莲和他自己的小丝之间的真情 奸情 不可能不知道的 是不是 但是这个人的忍功 我觉得他的忍功 太好了 是吧 他这时候 他反过来对潘兴莲说 你便与他有侠点 如何做作者把我的小事也弄出去了 这个侠点就是侠次的侠玷污的店 就有两层意思 一个是有污点 但这话显然不是指 说潘兴莲你与我的小事有污点 而是说 即便你潘兴莲与那帮人有隔阂有矛盾 侠点是指隔阂矛盾 但是他们却要暗算着把我的小事也捡进来 连累把我的小事赶出家去 你看孟一楼他主要的厌恨的对象 不是潘兴莲 而是孙雪娥和李娇儿 为什么 其实他内心深处肯定对潘兴莲也是耿耿于怀 是吧 但是孟一楼是典型的两害相权起其亲 为什么 因为潘兴莲和自己的小事偷情 占便宜占到自己头上 确实是一个耻辱 但是对方就策划着把自己的小事当面羞辱和赶走 更是打狗欺嘱 而且弄得自己连自己的小事都保不住 你想别人怎么会看你 这当然是更大的耻辱 因为让自己今后在别人面前还有什么权威 所以他肯定要靠定潘兴莲 要收拾那两个 所以他就对潘兴莲说 姐姐你别烦了 难道这汉子就不听我们说句话 是吧 他明确说他和潘兴莲是一伙的 那当天晚上 因为那个吴月娘的嫂子 在吴月娘房中就无大精子 所以西门庆就按理说他应该到二房家里 但是二房里交而显然早就属于年老受衰吧 一般都不会 他就刚好到孟一楼的房间里面去歇息 孟一楼就趁机对他说 我们又把你看我会把每个人说的话都给大家念一念 孟一楼是这样说的 他说 你修冤枉了六姐的心 六姐并无此事 都是日前和李娇儿孙雪娥两个有言语 平白把我的小丝砸发了 你不问个青红皂白就把他欺了 去不难为他了 我就替他赌个大事 若国有此事 大姐姐大姐姐有个不先说的 孟一楼是旗帜鲜明的 对大姐姐就吴月娘 几层意思 第一六姐并无此事 就潘金莲没有此事 第二是李娇儿和孙雪娥在陷害 第三我的小丝是躺着中枪 第四不信你问大姐姐 就这个意思 就是如果真的有此事 大姐姐哪里不说的 其实是拿月娘来做背书 这个西门庆 当然西门庆他作为一个一家之主 他在协调这种关系 还是很不错的 他这时候就开始装糊涂 他就狠狠狠狠 你说的对 村美也是这么说的 这时候就这么过去吧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那孟一楼 哎呀 我觉得孟一楼这个人不仅是忍功 我觉得在那种体制下 忍还是要变临羞辱 孟一楼太过了 他不仅已经帮潘金莲帮完了 那这个晚上 潘金莲应该感谢你 你就好好让西门庆跟你好好享受就完了 结果他还给西门庆说 哎呀 潘金莲这会很孤独 很难受 你过去安慰他吧 还要说这种话 我觉得这个人太委其求全 太小心翼翼了 所以为什么一个人是怎么变得平庸的 幸好孟一楼后面西门庆死了以后 他终于硬气好 又碰见另外一个爱他的 他才有第二村嘛 否则要是西门庆一直活着 我看他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西门府 到最后绝对是最没有 个性的最平庸的一个人 是吧 那这一回的故事 孟一楼就又完了 然后高潮叠起 第二天 第二天要发生大事了 西门庆的生日庆典 当地的名流云集啊 是吧 大家猜猜谁也到场了 李贵姐 武松的是 李贵姐到场了 哎呀 西门庆派轿子 把李贵姐和两个卖唱的 也接了过来 相当于今天的领导派专车 把李贵姐把敬礼接过来了 是吧 我们知道 当然按照规矩 请歌手 来助兴肯定是正常的 但是歌手多的是的 偏偏把李贵姐这个情敌 请了过来 而且李贵姐刚是把 西切之间弄得 这个颠山倒是毫不快活 是吧 这简直我觉得带有一种 公然挑衅的这种味道 就相当于什么 再说明显 相当于你在外面 包养了一个纪律 而且这个纪律 连小三都不是 现在这个人是光明正大 明目张胆 耀武扬威的 把他接到你的家中 是不是 但是在这期限当中 有一个人是最高兴 最有光彩的 谁呀 李贵姐的姑姑 李娇儿 是吧 他一见李贵姐过来 特别长脸面 他就拧着李贵姐去拜见 夜娘众人 那这时候 吴越良 我们之前看到 觉得吴越良 这个人还挺不错的 但关键时候 这个人的没言辙 就表现出来了 对吧 吴越良 他就盛情款待 李贵姐 让对方喝茶 坐在他的房间里面 而且临走的时候 还送给李贵姐一件 银尖比夹尔 就是那种马甲 这种马甲是古代的 要可能到 比现在的马甲要长 长到膝盖 或者屁股这一块 是吧 然后汉金花翠 就是送他汉金 和头上带的 那个装饰品等等 而且更严重的是 他还和李贵儿 亲自送李贵姐 送到门口 哎呀 我觉得太没原则了 你可是一家之尊啊 你可以为了面子 为了谈结 可以尊重和你让一个 本来让丈夫的 数十日不归的一个纪律 是吧 你也可以觉得 我不应该得罪李贵儿 稍微迎合一下二房 但是也不至于如此 殷勤吧 是吧 又是送东西 然后还给人家送到大门口 这个确实太过了 是吧 这样一对比 我想作为对比 我想说谁 一下就显得 哎呀 潘金莲太迷人了 是吧 立刻显出潘金莲的那种高贵 和骄傲的一遍 李贵姐来了 别人都屌你 都巴结你 我偏偏不 李贵姐来拜访 肯定要购房都要拜访 然后呢 这个潘金莲就偏偏不出来 当时是连请了 两遍 丫头去请了两遍 她就说我心情不高兴 她还不说我病了 她说我心中不好 我聚不见面 然后呢 这个李贵姐到晚上 一天潘金莲都不出来 确实坐得出来 到李贵姐晚上离开之前 李贵姐又亲自到潘金莲的花园门守 又说 哎呀 我都要走了 好歹 我要见见五娘 结果呢 潘金莲是令春梅 把门关得铁桶相似 让李贵姐是修缮满面而回 就是修持的 回去的 这下这两人的娘子就 或者说潘金莲和李氏家族的娘子 真的就觉得太深了 但是潘金莲这个时候的表现 真的是特别让我佩服 非常有个性 非常的厉害 我就是不甩你 得罪就得罪 他就想通了 反正一个人安心与你 接愁 早思破脸 比晚思破脸好 你还细情假意 强颜欢笑 干什么呢 但是我想说 李贵姐是什么心思 李贵姐其实太厉害了 他的心思 人小鬼大 特别复杂 他首先当然刚来的时候 是想搞好关系 以便以后是何其生产 毕竟西门庆家的人 还是一般情况下 还是最好不要得罪的 而且何其生产 也可以帮自己的姑姑 在西门府长脸 所以他开始要见 就刚进门的时候 白天要见潘金莲 我相信还是比较真诚的 是吧 但是在他临别的时候 已经知道潘金莲 一天都不见他了 他还要自讨卑去羞耻而回 我觉得就不那么简单了 是吧 他显然是知道 潘金莲是不可能见他的 而且他自己肯定也不想跟潘金莲见面 他却非要见 是故意做给众人看的 是吧 这个看的目的是什么 你看 我现在对你潘金莲已经是仁至义尽 是你现在先不给我面子的 以后你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个想法 所以李贵姐这个人16岁 就懂得能器能生 如何去表演 如何去竖起道义的大旗 我觉得他是天生的政治家的人格 也可以当希拉里 是吧 实在确实有时候比潘金莲很可怕 是吧 但是潘金莲这个人也是不吃素 不是个吃素的 潘金莲的爆发力 应该说是李贵姐也挡不住的 是吧 毕竟潘金莲的那种生命的力量 更加的强大了 但是潘金莲这一次阴沟里翻船 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他过分倾顶了 还没有摸起形势 对吧 所以在这一回潘金莲前面已经受到一次阻了 就是被当众 被人念情书 然后被李贵姐霸拦他的老汉 然后之后 李贵姐要向潘金莲发起第二波的攻势 要报复 对吧 那这时候呢 潘金莲开始就看这两个人强强相撞 两个人是怎么对抗的 先是我们先来看潘金莲 潘金莲 他就那天晚上西门庆终于到他房间来歇息了 然后呢 潘金莲就开始 双方肯定要争夺西门庆嘛 他就开始在西门庆展开这个思想动员工作 是吧 然后呢 西门庆来见他的时候 潘金莲的样子 我还是给大家说一说 书中说他是 云环不整 花容倦淡 迎接近方 替他脱了衣袋 伺候茶水 茶汤搅水 百般殷勤服侍 到夜里整齐欢愉 妻生忍辱 无所不知 潘金莲的这种表现 确实是 无精打采 遭遇这样大的挫折嘛 确实遭受挫折 但另一半却是装出来的 因为他又开始自己一贯的招法 他就开始向西门庆 吹这个枕边风 我要把他这枕边风 还是念一下 他的语言风格 你们听一听 他说 我的哥哥 这一家 谁是最疼你的 都是露水夫妻 再叫霍尔 唯有奴知道你的心 你知道奴的意 旁人见你这般疼奴 在奴身边的多 都气不粪 背地里嚼舌头 在你面前叫说 我的傻冤家 你想起什么来 众人的拖刀 把你心爱的人儿 这等下无情的折措 常言道 家鸡打得弹弹转 野鸡打得满天飞 你就是把奴打死了 也只在这个屋里 就是前日你在院里 提骂小四男 早是有大姐姐 孟三姐在跟前 我自不是说了一声 恐怕他家粉头 掏炉坏了你的身子 院中唱的一味爱钱 有什么情节 谁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用那个田小飞说的 就是他的整个生命 就是有一种原始的激情 是贯穿始终的 我们已经看到 唯有潘景年经常写点曲子 写点书信 写点情书 去抒发相思 他对西门信有一种平等的 浪漫的一种态度 这就是今天的这种情人的一种态度 而且西门信也只有在他面前 才会跟他谈论 跟别的女人之间的这种风月之事 所以说这两人确实是一个知心人 就是你疼我我疼你 第二 他说的第二了 就一时三了 第二了是婊子无情 婊子只盯着你的钱 是吧 所以我们看他的语言 特别有风采 他说你看别人都是露水夫妻 然后说你看家鸡打得弹弹战 野鸡打得满天飞 这种接地气的这种话 意思我是家鸡 你就打死了 我还是在屋里 别的是野鸡 你在打怎么样 哪能疼你 第三 他说我俩的角度 他说你不要中别人的脱刀之地 意思就是 你胸血 你胶儿在背后捣鬼 一下又把另外两个 又催而背后 你想西门庆这一吹那一吹 那很显然对那两人就是有戒地的 最后这番话就把西门庆 可以说叫做窝盘住了 我们知道西门庆他是个浪子 但他内夜是这样的浪子 他也知道所有人跟他接触 都是冲着他的钱 这些气的 确实 我相信西门庆在内心当中 不由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感动 为了潘金莲 是吧 但是呢 就是我想说的 就是心里不愿意 但肉体确实软弱了 有时候看见这样的一种 现实的诱惑 他是等不住自己的 这是潘金莲对西门庆发起的 这样的一种统一战线工作 但是 唐能补馋 黄雀在后 你跪拒又一次 后发之人 说过了几天 西门庆跟潘金莲好了几天 这家伙又是旧性难改 又耐不住寂寞 又把自己的小事朋友叫上 又往妓院当中来 对吧 他到妓院当中来的时候 这时候 李贵姐在做什么 大家猜一猜在做什么 李贵姐正打扮着陪人坐在一起 听见他来 连忙走到房里 洗了农妆 出下沾缓 倒在床上 裹倾而卧 这就是李贵姐 你看李贵姐 他自从被疏浓 是吧 我们可以看出李贵姐 他和潘金莲的需求不一样 李贵姐对爱情 没有任何指望 没有任何直恋 他对西门庆说实话 确实没有感情可言 而潘金莲是不一样的 但是潘金莲 我想他之所以 摘在李贵姐手里面 也有这个原因 别人是放开手脚的干 你呢 是有感情这样的那种 瞻前顾后的 是吧 而且又是妓院里面的这种谈结 那李贵姐的这个老八 就是他的妓院的保姆 也是故意 让西门庆坐了半天才出来 然后呢 又故意跟西门庆说了半天话 才给西门庆搭上茶 哎呀 这在当时是很不空气的 但是这是他们的一种钓鱼之术 故意冷淡 西门庆 是吧 这个贵姐和他的前博士 密切配合 庄德他那天 是受了潘金莲很大的委屈 然后呢 西门庆再三追问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贵姐今天都有这么冷淡啊 然后他才故意扮着扮演的 说是被五娘羞辱冷遇了 那我们来体会一下 李贵姐的语言风格 他说 左右是李家五娘子 你家中既有这么好的 银花卖俏的 又来稀罕 俺们这银服做什么 俺们虽然是门户中出身 翘起脚儿 比外面的娘家妇女 不成的货色要高的好些 我前日又不是去工厂 我也是去送人情 大娘道见我胜为亲肉 又以我许多花锤衣服 但要不请她见 又说俺怨你 没有敌法 闻说你家有五娘子 当即请她拜见 又不出来 加来同俺姑娘又吃她癖 她使丫头把房门关了 端得好不使人敬重 确实也是 李贵姐也是伤了自尊了 那听完这些话以后 西门庆怎么表现 那肯定是要安慰对方 对吧 但是呢 西门庆这个家伙 你安慰就算了 但是他还要从男子看 拔胸毛贴胸毛 说大话 他说 这个淫妇 我几次都因为他出口伤人 破坏团结我也要打他了 这个李贵姐书中说 他是反手向西门庆脸上一嗓 就是这样一嗓 哎呦 你还给我在那里冲 冲男子看呢 是吧 这种这种 我都表达不出来 我不是演戏的 这个金平们这个细节描述 特别的深刻 就贵姐他就用激将把说 得了 你还敢打他 结果西门庆就继续硬撑 我要打起来 谁敢扔我 我马鞭子就给他二三十下 赠个福气 我把他头发都剪了 你看你看 说话也说错 李贵姐一一立马就抓住这话 你有本事 你就把他的头发 给我剪一扭过来 我才相信 相信你的好名声 否则你没脸来见我 李贵姐就给他这样说 真是面子害死人了 是吧 吹完牛皮 你要兑现吧 那西门庆就喝完酒以后 酒状怂人的 就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和他怎么办 他想来个下把威 就故技从事 一回家就气势汹汹的 叫潘金莲进来 跪下脱光 然后要春梅 把马鞭起过来 然后要春梅把房门关上 结果呢 这一下出意外了 春梅这一次是公然的拒绝执行 而且教训西门庆说 你是吃错药了是不是 你平地你骑什么风波 我才不理你呢 这个春梅转身 拽上房门 就扭出去了 我想说牛逼啊 是吧 春梅为什么敢于不听主人的命令 对呀 为什么 我想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 他和潘金莲这几天 确实是安分守己 没干任何坏事 所以很有底气 我们说你不做贼心就不虚 是吧 确实告诉我们 一个人只要你心怀坦荡 就会无所畏惧 确实这两天 他知道我和潘金莲 这两天干什么 你平白无故 发什么火 所以春梅这方面好 只要心中坦荡 你天王脑子 我都不怕 这是第一 第二 春梅这家伙很厉害 他是否泼辣 他很泼辣 但是他对谁泼辣 在什么时候泼辣 其实他比潘金莲要智慧 不像潘金莲 潘金莲这个人是一旦怒气上来 不管三七二十一对谁都是马上撕破了 但是春梅 他该于 比如说我们说上一次 西门庆让春梅起鞭子 他就起了 因为他知道那是真的愤怒了 是吧 但是这一次 他就知道你西门庆绝对是西藏生事 没事找事 他能够查阉观色的这种能力非常强 第二 第三 因为春梅是被收拥的丫头 我把这放在最后 而且正因为他被收拥 而且还没有上升为一个小妾 反而地位还影响力 有时候更有分量 知道吧 这种关系特有意思 其实在红楼墓里面也有 红楼墓里面我们知道 宝义收拥过谁啊 习人嘛 是吧 后面王熙凤不是建议 让王夫人把习人 起过来当小妾吗 结果王夫人当是什么 不赞成 王夫人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那样就不好了 一则都年轻 二则老爷也不许 但是第三才是最重要的 他说三则 那宝义见习人是个丫头 重有放纵的事 倒能听他的怯 如果做了怯 那习人该怯的也不敢十分怯了 是吧 这才是真正的理由 所以说恰好是这样的一种 你又受用到别人 别人的地位身份又不确定 那你可能才会有所亏怯 才会要对对方好一点 反而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 这些也是了解封建的家庭政治的 那我们看 那但是呢 当然我们也知道 在西门庆的这种软硬兼施之下 当然西门庆作为组织 他如果真要你的头发 你还是不敢不给的 是吧 就是一个托字嘛 那潘金莲最后是没办法拒绝 只好任由西门庆 用剪刀把头发剪到一溜 西门庆的借口是什么 是吧 他就先是下马威嘛 让潘金莲说 你到底我又犯什么错吗 你愿意叫我做什么 我都可以 西门庆说 好吧 你既然都可以 你把你头发给我一点吧 然后又骗他说 我这个头发是拿来干什么的 他说我头发是拿来 我来编这个帽子 古代的网巾嘛 对吧 就古代长头发 要有一个套子 他说我是编帽子用的 那潘金莲才很不情愿的 让他剪了头发 这个头发一剪 潘金莲就捏下来了 没有了神气 为什么因为身体发肤 受之腹部 剪头发是要命的事情 是不是 在万历十五年当中 有一个记载 就是在1580年 万历皇帝 我们知道 金平梅就是写于万历年间 是吧 万历皇帝就因为 有两个功底 不会唱新拳 也少了皇帝的面子 就气得说 他们违抗圣治 当场就要斩首 后面左右劝住 就把这两个功底的头发 就剪掉了 象征斩首 所以头发是脑袋的替代品 是最重要的性命的象征 李贵姐 够阴毒 他要潘金莲的头发 其实就是要对方的命 我们还知道 三国演义当中 曹操也干过这个事 叫割发带首 对不对 曹操当时就是 带领一帮行军 要过麦田 他就颁发命令说 凡是过麦田 建坛卖职者 接斩首 这个军阀就像三大吉利八项主义一样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就是这个 就文法都一样的 是吧 当命令就交口称赞 但是运气不好 曹操骑着马过麦田的时候 麦田里面跑出一只鸟 结果这个马一受惊 就把麦子就 就践踏了 这个曹操怎么办 你立的法律啊 结果你最先违背 他就要举刀自杀 结果被周围人劝住 于是他就用剑 割断自己的头发 我觉得 很多人在分析曹操的时候 怎么说的 说曹操是个奸雄 是吧 但是其实 曹操这种做法 我觉得还是极需要勇气的 是吧 因为古代有一种叫 行不上大夫嘛 是吧 理不下庶人 就是士大夫阶层 这个表面的面子 和理疑的这种重要性 曹操他确实有表演的成分 但是他完全可以不这样做的 是吧 但是他还要这样做 说明这样的一种方式 古代社会是一个理法的一种传统 是吧 理本身是一种法 我就举金平梅相关的 就我们研究金平梅 要研究那个时代 在万历十五年也专门提到海瑞 海瑞这个人 他也是明朝我们知道最大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清官 海瑞他是一个著名的法官 但他们立下的一个司法的原则 我给大家练一下 他有一个司法原则是什么 就是事在争产业 令其小民 不是 事在争产业 以其其小民 令其相换 以旧避也 事在争言冒 以其其相换 令其小民 以存提也 对吧 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产业 那我们就要委屈 这些世代夫阶层 给小民多一点 就像比尔盖斯 你拿出一万二块钱对你不是什么事 那就派你败诉刑了 但是如果是事在争 这种言冒 争这种礼仪 以其其相换 不如其小人 那这时候判决就是 令人让小人受点刑罚 也不能让这些世代夫阶层 受刑罚 这叫实质正义 是吧 因为对每一个阶层 他们的要求 是不一样的 那海瑞是个清官 我觉得我们在理解司法 什么叫做公平的时候 就是不能忽视这样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 在古代剪掉这个头发 真的是一个歧视大主 是吧 而且潘金连他不仅是头发被剪 而且剪的头发被李贵解 拿来干什么 放在鞋子底下整天踩 是吧 这个在古代那种 那种那种无数盛行的一种情况之下 确实是 潘金连等于是魂就被人家镇住了 所以潘金连最后就被镇住了 我们知道这种巫术 后面在《红楼梦》里面 也有体现那个马道婆做法 是吧 后面把王熙凤和贾宝益 都弄得疯疯癫癫癫的 是吧 那我们再来看西门青 在这场闹剧当中的一个表现 他是一个完全没有主见 被操作情感 傻乎乎的 让女人呼来喝去的 我们四川的啪耳朵的这种形象 是吧 他没有轻重 没有原则 不知道爱护妻妾 明知道贵姐拿头发去 肯定不怀好意 但是还为了自己的面子 干这种下三难的事情 干就干了 更加可笑的是 他闲屏赖脸的 拿枪做事 从潘金连那里得到了头发 但是在李贵姐面前 他又心虚的不得了 呼拉一声 就说自己是千红万骗 才从潘金连那里拿到头发的 他说你看 我对你不失信吧 所以说让你看一下就行了 那你之前不是说逞人吗 我要拿着鞭子 让潘金连给吗 结果他告诉李贵姐 哎呀 我是第三下是让潘金连给我的 你之前花的海口 一下就全部泄气了 对吧 给人的感觉 西门庆就是一个又窝囊 又西荣 又没有组件的一种形象 这种老公 如果放在今天 不知要贵多少次戳一本 对吧 但是我们要注意 这恰好是西门庆 他和李仁打交道的方式 而且为什么他讨你人喜欢 也是这个原因 人采取什么样的处事方式 其实是取决于你的身份地位和权势的 如果是一个无前无事地位低下的男人 像五大这种人 你西门庆真要这样做的话 确实就是窝囊透顶 所有女人都会对你厌恶 但是西门庆这种本来他是很有权势 是一个富商 豪强 而且令人害怕的这种形象 他在女人面前这种又吃又呆的这种形象 反而会让对方觉得 你好尊重理性 好谦卑 好体贴 西门庆 我觉得金平没描述西门庆这些 他会在这些地方 露出他的这种人性味 让我们看到他不再简单的是一种恶人的 或者丑角的一种形象 让读者也不会完全的厌恶这种脸谱化的人物 而且西门庆这种样子 我相信今天很多女性肯定还是挺向往的 他比较有立体感和层次感 这个形象真的还有点像《红楼梦》里面的另外一个人 叫学派 也是一方面是凶狠好恶的一个霸王形象 另一方面也是有呆而可笑的形象 呆霸王 西门庆也是这样 呆霸王就是你必须要有身份和地位 你呆一点可以 你如果真的就是没地位 没身份 你而且是真的呆 你这个呆就让人厌恶了 是吧 那这一回的最后部分结果 结果呢 我们都知道了 就是潘金莲被李贵姐的这个巫术 这样诅咒 就茶饭不思奄奄奄一息 然后 就常来家中走动的这个三姑六婆之一的 那个刘婆子 就来了 那个婆子这一块我们就不多介绍了 是吧 那这些婆子呢 他就把他的老公刘李星就叫过来 说这个李星 刘李星会巫术 会帮人出灾 怎么样的巫术 就是说这种本事叫做书中题叫与人回背 所谓的回背就是通过做一些证物 压斜 使人和好 逢凶化吉 这种方法我们都知道就是扎小人吧 这种扎小人具体的方法就是 刘李星告诉潘金莲 你用木头刻一个男女的这种人形 然后呢写上潘金莲和西门庆的这种生成八卦 然后用七七四十九根红线 把这两个小人砸在一起 再用红纱布 把男子的眼睛蒙住 用艾草 筛住这个木人的心 然后用针定住木人的手 用胶粘住木人的头 然后悄悄地藏在枕头里面 再用朱砂斧烧纸成灰 悄悄地放在茶叶里面 让西门庆喝了 这个效果是什么 就是对方眼中只有你 因为他的眼中已经蒙上了红纱布 心中只爱你 因为心中插的是艾草 再不打你 因为手上扎的是针 再不往外面去撕跑 胡混因为脚上也被钉上了钉子 是吧 这就是中国古代的这种语言败物 叫简单笔附的逻辑 爱草和爱是和谐的 就是这种 就像中医或者食补一样 吃啥补啥 所以我到火锅店 我最爱点的是猪脑花 吃啥补啥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挣扎小人的这种巫术 在中国的很多小说当中 这个就不用介绍 都有这种体现 是吧 刚才我们说的马道婆 但事实上能不能应验 显然其实是不能应验的 我们知道 从金平妹的情节里面 潘金莲后面还要挨打 还有一次还会被挨打的 是吧 而且西门庆后面是什么 更加的变本加厉 到处去外面勾搭女人 是吧 那这一回头 最后部分 他就顺便又开始 否则这些三姑六婆了 说他们都是 贱信仰敛财的人 说但凡大小人家 失离生道 辱母牙婆 切记羞招惹她 背地里什么事干不出来 是吧 这就是三姑六婆 帮她的扎小人 我在准备的时候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我发现 特别厉害 今天很多的男女 尤其是年轻的男女 还特别肉动 扎小人 是吧 网上还有专门干这一行当的 比如说 你跟谁有仇 你就在淘宝上下个单 商家就给你 寄一个失脑魔咒的小人回单 我看有一个贴吧 还有人问 多了 你们去看 还有人问是什么 问一个问题 哎呀 我最近被人扎了 小人诅咒了 怎么办 有人站门问这个问题 然后怎么办 大家知道吗 然后呢 商家又帮她 如何去骑鞋 这个商家太厉害 两头通吃 是吧 今天还有 你们 又教你们一招 千万 你砸过 天哪 别干这个事 好奇 挺好玩的 所以我看到这个事情 我觉得特别好玩 你看 金平梅 那么多年前的 扎小的 到今天 我们还在这 所以最后 我想总结一句 直到今天 我们仍然没有走出 金平梅的世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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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